回归辽兰泡汤 100万加2米22高塔 交易高士岩 难民做新决定 欢迎大家收看每期视频 视频开头 劳烦大家长按点点赞 你的点赞会让更多喜欢高士岩的球迷 看到这个视频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上个赛季辽宁队夺冠之后 高士岩成了非常尴尬的球员 因为辽宁队等两个冠军 高士岩都不在球队 李洪倩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表示辽宁队亏欠高士岩非常的多 也希望小高能够回到辽宁队和球队 一起夺得属于他自己的冠军 目前高士岩租借到山东队的合同到期 那么是否回归辽宁队还是被当做交易筹码 球迷们也是非常的关注 对于球迷或者辽宁队来说 都希望高士岩能够回归 高士岩是一名辽宁籍球员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高士岩也希望有一天 他能够回归辽宁队 不过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一切不会那么的顺利 根据消息称 刚刚接手青岛队的主经理 刘维伟已经向青岛队的总经理 张海辈申请希望 拿刘传新当做筹码和辽宁队 交换高士岩 刘维伟在浙江兰兰辞职之后 向北京手钢队和山东兰兰 都希望刘维伟加盟执教 都被刘维伟拒绝了 最后选择了青岛队 目前青岛队在内线 有高士奥 李源宇 刘传新和王清明 四名球员 但是后卫球员非常的紧缺 只有张池宇一个人 青岛队想要打出好的成绩 那么必须在后卫线得到步枪 所以刘维伟接受青岛队之后 教练未知 屁股还没有做热 就对球队做出了调整 向青岛队的高层申请交易 高士岩 根据爆料成青岛队初步商定了两个交易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刘传新和高士岩相互永久转会 青岛队用刘传新交易高士岩的签约权 同时青岛队愿意用1000万现金补偿辽宁兰兰兰 第二个方法就是刘传新和高士岩相互租借一年 其实这两个方法也是让杨明特别的围栏 首先刘传新作为辽宁队来说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 韩德军的接班人迟迟没有确定 随着韩德军引力越来越大 状态下滑比较严重 辽宁队需要一位内线球员顶替韩德军 刘传新身高2米25 在内线有着绝对的优势 之前青岛队是首发阵容 场均分都是两双速决 在这个赛季征战MVL联赛 不过如果把高士岩租借到青岛队 那么刘传新到辽宁队 立线实力将会进一步的加强 立线实力将会进一步的加强 同样的阵容相信在新赛季夺冠也不是什么问题 那么高士岩可能会再一次错过总冠军 相信辽宁队心里也会比较累疚 但是如果刘传新和高士岩永久转会的话 向辽宁队的替补球员 燕首旗等小将在未来如果很难成长起来的话 那么高士岩又不能够回归辽宁队 对于辽宁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所以杨明才处于两难的境地 对于高士岩来说 除了想回归辽宁队之外 还想寻找一份大合同 但是目前辽宁队根本没有顶心的名额 在之前采访的时候 高士岩也表示他已经习惯了被交易出去 高士岩说到只要对辽宁争冠有利 他可以做出任何的牺牲 如果能够回归辽宁队那自然是更好 高士岩目前的实力已经是一位国手级别的后卫 是为辽宁队依旧是默默的付出 这一点也让球迷们特别的感动 最终就看辽宁队如何抉择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